XPS系列刚推出10亿高规格,高品质问世,近期又改版进化,挑战性能与机身的极致,搭载第11代的Intel Core核心处理器,加上最高配置1TB的硬碟与16GB的记忆体,操作上非常顺畅。 而其支援脸部与指纹解锁,对于工作档案大量,且多为机密或注重个人隐私的使用者可谓首选。 另外,这款最大的特点为具备荧幕触控功能与4K HDR影像播放,还有升级后的低厚度机身,以及高达91.5%的超大荧幕占比,玩游戏或观赏影片时为一大享受。 体恤到现代人长时间紧盯电脑的习性,物理防蓝光的智慧光源管理亦发挥保护眼睛的作用,无庸置疑成为该品牌的旗舰机。 Inspirant 3000系列一直是很受欢迎的入门款,其支援SSD加HDD双硬碟,再搭配双记忆体插槽,容量与速度皆能依照自己的需求额外扩充,不用再购买之初为了规格大小犹豫不决。 此外,其处理器也分为Intel跟AMD两种,可以考量预算和工作性质去选择,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购方针。 该款丰富的接口设计也是特色之一,免去携带转接头的繁琐。 如此性能却有轻薄的外形,持久的续航力,与实在的价格,合乎大多数的使用者选购要点。 Vostro系列是一款钛换率低的笔电,且其耐用程度受到军规测试认证,耐壮度,对抗高温差,甚至在高海拔地区都有优异的表现。 很适合时常出差或外出的工作者,在外忙碌会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形,此款都有效降低其受损几率。 除了可观的耐用性,其具有防泼洒背光键盘,防止液体渗入而故障,夜晚视线不明也能安心工作。 不仅如此,其外观上也多有折磨,机身转轴设计让键盘操作更容易且有助机身散热,再加上有玫瑰灰,沙丘灰,复古灰三色可选,可说是耐操又兼具时尚感。 该机型以二合一触屏设计搭配翻转功能,迷你机身使便利性大加分,附加主动式且可隐藏的触控笔,不论是书写或阅览接近似书面体验。 而其画质易不容小,常用电脑做画的设计师,或是习惯在电脑做笔记学习的学生族可别错过这款笔电。 再者,其搭在最新处理器,在图像处理方面强而有力,画面流畅不卡顿,配合快速数据传输与多程式切换,打完报告后想要休息片刻来场游戏压一下都不是问题。 这是款强调游戏进入事情境的电竞笔电,在机身前置与键盘加装RGB氛围灯,与游戏内容联动并分区呈现,玩家们不论在什么场所都能快速融入战况。 此外,强而有力的显卡与显存,再搭配高刷新率,即使是大型3D游戏也能带入逼真的画面,如此高性价比很值得购入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其可依据当下场景选择合适的动力模式,一键便可马上进入战斗模式,将散热效果与性能最大化。 除此之外,在想整理思绪或不打扰家人的情况下,还能转换到安静模式,可说非常实用与人性化。 在Inspirant系列里位于中阶型的笔电,其性能却出乎意料的丰富,例如双天线Wi-Fi让连线更迅速且稳定,工作能持续整日不会突然断网,其同时支援无线投影,省去加装线材连接投影机的麻烦,对常有会议的工作者实为一大福音。 另外,其拥有300尼特亮度,防眩光荧幕,不论是白天在室外强光绕射,或是夜晚昏暗情况下,均能将色彩与光线调整到柔和宜人的程度,有效保护眼睛不受伤害。 为设计工作者打造的行动工作站通常应需被再多项性能而使机型略显繁重,此款为解决这样缺陷而改良出小巧鲜薄的样式,这时为到处奔波的专业人士贴心考量。 另外,其内建色彩管理软体,加上双4K输出,让设计者可以严格把关作品呈现。 其效能虽然没有因机身减半而大打折扣,但未配合轻便的设计下,上下方向键的排板缩减很多,这么常用到的按键,如果操作不变,可能会影响到整体工作效率。 此属于高阶型的商用笔电,主打独创的AI平台,追踪并学习使用者的工作模式,自动开启常用程式,更有效率和快速地开始工作,还能改善电源调配,使其最大程度操控电量的消耗,对笔电依赖性高的工作者而言,是值得入手的一款。 拥有人工智慧平台固然是件非常方便的事情,然而若非随时在用笔电办公,亦或工作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使用者,倒也可以选择性价比更好的款式。 除去机身大厂有笨重感的疑虑,该款还能做到轻盈的手感体验,在窄边框高屏站的呈现之下,视觉超过一般笔电能给予的震撼效果。 此外,其在手势触控板野彩加宽设计,并使用玻璃材质,用起来更加滑顺、细腻,适合没有另外接滑鼠习惯的使用者。 可惜的是,本品虽未轻薄的设计款,但17寸的大荧幕在便携性上仍逊色了些。 若以定点使用为主,也许购买桌垫搭配更大的显示器,会比较实在,这部分就留由读者自行斟酌取舍了。 相信玩家们一定知道Dire Alienware系列,光是机壳上酷炫的外星人标志,就足以引起游戏者一阵狂热,更不用说旗下重本的超高规格。 该款在电竞比电重量算是相当精便,配备等级几乎于桌机同等水平,想尝试光追技术新款游戏的电竞高手不妨将其纳入考量。 不过这样的价位较容易使人退却,尽管其效能强大,内建市面上顶级的硬体设备,如果不是职业级玩家,价格一般的机型便可畅完整日。 且除了从官网订购外,现在网路上多以代购管道居多,也是需考量的重点。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